以陳吉仲來講的話 其實我以前在講 我們覺得很多的假訊息 真正的製造者是誰 其實就是行政單位 所以從陳吉仲 他單就這件事情來講 他說不管是世家也好 聯務也好等等的情形 他都說他要向WTO申訴 可是我們去查了 WTO的官網上面來看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 他有做這些申訴的動作 我們看到官網出來的 總共只有7件 然後是對這個印尼 對美國加拿大等等國家 沒有任何的一件事 對中國大陸 那當然經濟部 對於陳吉仲的 他所發布的這個訊息 我們看到經濟部 後來也回來講說 他說有 他是有提出特別貿易的關切 那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特別貿易關切 跟提出申訴來講 他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如果作為一個 我們行政首長 尤其是這麼重要的 農委會的主委 他居然對於相關的這個程序呢 不管是特別關切 申訴或者是仲裁 如果他連這些的程序呢 他都不了解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全民的悲哀 為什麼 因為他拖過了所有的時間 尤其呢 他被通知的時間呢 是2019年的11月 觀眾朋友 2019年的11月 離現在呢 已經是幾年之前 這些的時間呢 行政官員本來應該有所為 卻不為 造成今天的後果 由全民來承受 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人 在錯誤的位置上的一個最好的力爭 其實假如說 只是嘴巴上還很關切 或者抱怨幾句的話 其實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是經濟部 甚至於農委會 他基本上 假如要提出相關的抗議 或者相關的解決爭端的提議 就要直接提出來 否則在台灣講得很大聲 到了WTO又很小聲 甚至於沒聲音的話 讓大家會覺得只是打假球而已 只是抱怨幾句的話 我覺得對於我們的業者 對於我們相關的產業 其實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在這邊 我們還是希望 假如說我們的部會 他有真正的道理 他有真正的委屈 應該是一群相關的管道 提出相關的爭議的解決 甚至於訴訟 而不是只是抱怨良趣 敷衍了事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校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